刚刚过去的八天长假的人们忙着旅游探亲 可以说是分外的忙碌 在浙江温岭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面 也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而来这里的人们并不是观赏风光的 是拿着各种的水桶水瓶等等 忙着从村子里面一个小溪坑里面装水 据说这个村子的山泉水有一种奇效 也就是说疑难杂症一喝了之 真有这么神奇吗 石仓下村衣衫傍水景色宜人 不过湿气比较重 不少村民都患有皮肤疾病 比如脚气和湿疹 有个外地嫁过来的媳妇 到村子后也患上皮肤病 时常起养难忍 三个月前 她用后山上的泉水洗了洗 发现骚痒的症状减轻很多 几次下来病患处竟然好转了 很快消息传开了 而且越传越神 经过一些人的添油加醋 这眼山泉水就成了能治百病的神水 先是附近街道和村子的人跑来取水 后来附近县市的人也都开着车过来了 山泉水只在一个小坑里渗出 取水的人排起了长龙 一位村民说 有个谎言过来的老婆 从五号凌晨三点开始排队 一直排到下午一点多才轮到 人差点没昏过去 有人见有机可乘 专门拿桶装水拿到外面卖 据说已经卖到了上百元一桶 而且还供不应求 不过随着神水的传言越传越广 它的神话也正逐渐破灭 记者采访时 附近的紫高村村民老王就透露 我也给自己的孙子喝 结果喝完这水 肚子痛得受不了 送到医院挂点滴 为什么有人治好病 有人却生病 这水到底是神是害 目前 城东街道办事处 已将山泉水样本 送到了杭州的权威检测中心 预计检测结果 劫后出炉 致 感谢观看